剛剛我們學會的課程的建立 現在我們來看群組 那群組一樣有分 就是你自己建的還是加入的 或者你這邊 那我們就從右手邊這邊建立 從這邊你自己建立一個新的 群組有點就是類似我們講的班級的概念 班級的概念 所以呢我們來這邊 你建好了按建立 那麼建立的時候呢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也先不用急著來把這些內容弄進來 你先看一下我們右手邊這裡 你看我們右手邊有沒有一個設定 預設進來就是所謂的私人群組 也沒有問題 這裡圖片一樣從這邊進來 從這邊進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往下走 早上講過產生代碼的問題對不對 今天我不公開的我就把代碼產生出來 給同學就好了 再來我們往下走 你會發現這裡面還有獎勵 還有你可以把一些課程檔案 然後相關連結給他 就可以從這邊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這裡 課程 因為這裡沒有我從建立的 有沒有你可以把別人拿 別人不錯的資料我就加進來 有點類似像我們給同學參考資料一樣 我就可以從這邊把它加進來 或者你從別的群組把它複製進來 因為有些時候老師可能同一門課 會有兩個班級三個班級 所以我這樣好了 那一進來 他這個是沒有公開的 也就是說有時候是老師自己參考用 不給同學看 那你如果打開 同學進來就會看到 好 這是一個課程的部分 檔案 跟你課程相關的檔案 你可以從雲端一點 有沒有就這樣進來了 你就可以點下去之後 他就開啟雲端了 因為我這邊沒有設定 我這邊是訪客的 所以就這樣這樣子 那連結也是一樣 你直接把你的網址直接貼進來 按下 Enter 有沒有就進來了 那你可以再編輯一下這個內容 編輯一下這個內容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邊都相對比較簡單 那你看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 是不是還有所謂的教師工具 教師工具 一般他的這個線上教師 其實是比較不是那麼完整 他不是說 我用的這個就不用廣播系統 本來我也希望他可以用這樣子 但是因為那個 有全線上的問題 你不能說直接這樣 有一台電腦就完全控制別人 所以呢 他線上教師其實他是可以用 只是沒有那麼好用 要看老師用在哪裡 那這邊有隨機抽的 你應該知道什麼意思了 老師應該平常偶爾在教室裡面 會用這種功能嗎 蛤 難道老師 平常都不用的嗎 你看我們在這裡 隨機抽人 他的抽人 這是以前我跟他建議的 因為那些教室工具啊 他剛開始沒有 我就 對 我就跟他建議說 最沒有要用一些東西 玩一下 你看你可以一次選幾個啊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一次選三個 然後要不要倒數計時 開始 你看 紅中老師就被我抽到有沒有 呵呵呵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互相激盪一下 對不對 有些時候就不得已啊 我就會用一下這個工具啊 因為能夠自主回答的最好 不會的 我們就偶爾用一下 所以知道為什麼 一進來 你用訪客 我希望你改名字了吧 這樣叫到誰就比較會承認 好 那另外呢 他上面呢 那個倒數的那個倒還好啦 最主要就是有隨機功能 抽人這個功能 就還蠻方便的 OK 好 這個是他基本的 基本的齁 那你了解這樣之後呢 我們在OneNote裡面 最主要就是所謂的任務 前面這個訊息就等於是 您的最新消息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喔 在這邊 請問同學會不會發言 可以 不是只有老師才有這個發新訊息喔 你也可以發言 只是在這邊發言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這樣子 好都看得到 那如果你真的 在這邊發同學有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回應 你可以在這邊回應 好 那你管理者會收到Email通知 發布者也會收到 如果你發布的時候 你希望大家都知道 你應該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也就是說我 本來公告訊息的時候 是只有你進來這個平台才會看到嘛 那今天如果你希望說 大家都會收到Email通知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可是注意一下喔 訪客不會收到通知 為什麼 因為他當初就沒有提供Email嘛 對不對 所以只有標準註冊的那些會員 才會收到通知 這樣清楚了嗎 好這個是我們先稍微認識一下 在群組裡面 他比較跟課程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這邊主要是以互動為主 好互動為主 好互動為主